来源日本这些事 进来一部影片在网络上爆红 画面中一位长相甜美 穿着日本JK制服的机车妹 看像是女高中生 但却靠在机车上吸烟 随后便遭到警察拦键盘问 一开口竟直接让警察傻了眼 直呼不好意思打扰了 画面中的她是一位长相甜美 顶着一头气刘海 穿着日本女高中生 只见她拿着一根烟 靠在机车旁 下一秒却被警察迎面蓝亭盘问说 高中生不可以抽烟 没想到一开口低沉又浑厚的嗓音 让警察精神错乱 原来这位看似软萌的妹仔 是一位26岁的女装大佬 影片中的女装大佬玩家 名为Himei Night Young 是一位在日本人气非常高的 女装男子扮演者 光是推特就有26万的粉丝 她的可爱不单单让男生不争气的石羹 而且更让女孩子感到嫉妒 比妹子还可爱 她经常透过社群平台X 原推特账号 AT1293Marin 分享斗趣的影片 与网友互动 虽然身为男性 但装扮 化妆技巧相当高超 可说是不漏一丝破绽 单看照片 完全无法看出 她的真实性别 不过真实面目曝光后 还是让不少人吓了一大跳 直言根本太弱两人 Himei Night A高中的时候 是只想着大家闹事的小混混 不良少年 每天跟兄弟一起混 哪里有嫁去哪里打 哪里有女人可以泡 就去哪里 搏青哥 摩托车 开派体的度过每一天 唯一跟其他小混混不同的是 Himei Night A15岁时 开始发现自己有一装皮 17岁开始学着化妆 但当时仍有明显的男性表征 例如浓眉与胡须等 加上有戴眼镜 她曾被朋友改 化名为大叔 一切转折就在高中辍学后 哪知道她穿起女装 比女孩子更像女孩子 于是她鼓起勇气 不断练习及专业化妆技术 而且做脱毛衣美 现在可以随心所欲 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她的兄弟有福啊 结果没想到 最后竟然变成推特上的人气女装男子 连她自己都不明白 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Himei Night A15岁走红以后 更是不断放飞自我 开始尝试起了不同风格的女装 洛丽塔 女仆都被她穿出了个性 意外在女装路上开花的 Himei Night A15岁最近 如愿挑战婚纱拍摄 一如往常的高水准女装 在婚纱加持下 当然可爱度更加倍 还有《鬼灭之刃》这部人气作品 当中的角色 迷豆子不知让多少男孩子 一夜之间喜欢上 有着这样高人气的动漫角色 Himei Night A15上次的新娘装扮后 也挑战一下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cosplay作品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